2023年8月27号韩国交换生涯 今天到达首尔仁川机场 第一次一个人搭韩国地铁 很紧张又期待的心情 虽然有中文但还是练习一下要怎么念 要搭地铁到马虎站再转公车 从这边出站后就快到住处地点了 这里就是要住一年的地方 我把东西都先放进来了 韩国的房子都是有地暖的 我住的是套房 所以空间还算蛮大的 这里离学校很近 走路五分钟就到了 我特别选了很近的位置 方便上学 现在来看一下学校熟悉位置 因为学校位于首尔 虽然没有很大 但设备都很完善 开幕式跟着一群新生进入演讲厅了 学校发题型事项及开幕礼包 大家都互相认识及熟悉彼此 每个组都有一个TA注教协助 第一天上策略广里 全英文授课加上原文书 很紧张怕看不懂 因为还是有点难 所以课后继续复习作业内容 选修的初级韩文课程 第一天教的是40英 有插画让陌生的文字变得浅显易懂 课后练习写字及抄笔记 下课我有与朋友一起来宏大吃晚餐 我们还一起拍了韩国很红的拍帖机 还有一起吃路边摊的宵夜 与姨母聊天 教授在讲解小组报告内容如何呈现 讲解后让我们觉得策略管理简单了许多 我与同学们一起上韩文课 什么都还不太会的 我觉得有点困难 与同学练习几次 加上老师用简单的韩文解释后 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课后有贪车入住学校卖食物 与同学们饱餐一顿后回教室继续奋斗 同学们都来自世界各地 虽然沟通上有一点困难 但大家都用所学的知识与对方交流 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字体练习及单字练习 还有造句练习及口述绘画 学校组织校外参访去景福工 我与同学们一起穿着韩服拍照 这是同学们帮我拍的照片 我们晚上还一起去首尔塔看夜景 最后在宏大逛街结束今天的参访 早上的宏大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准备搭电梯上楼上课 跟同学们一起上课 课程一次四个小时 密集的训练让我们更快速的进步 与新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合照 并一起去滑雪 这堂课是上关于各国历史 假日与朋友们一起到季州岛玩 刚好是冬天所以非常冷 但大家还是很兴奋 旅程结束后一起会需要上国际关系概论 还有持续每天的造句练习 加强训练能力 作文练习也不可或缺 老师会帮忙定证错误的语法 在上完一学期后 很快就到闭幕式了 出发回台湾咯 很不舍得也很不真实 真的要离开这个住了一年的地方了 好不舍得韩国生活 不过我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出国交换 这次的交换让我对不同的国家 有更深入的了解 回台湾后也会在各方面继续努力的